在元气骑士前转当中 哪个职业最适合新手玩呢 众所周知 在元气骑士前转当中 有7个职业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 到底哪个职业才适合新手入坑呢 没错兄弟们 就是这个守卫了 铁币一般的守卫 拥有很强的防御力 关键是这个守卫 到了后期的话 是一个混合职业 简才领主 那么接下来 废话不多说 大家跟着我一起看看 这个领主到底适不适合你玩呢 不过说实话 运气还好 我在打那个第一个关卡的时候 就剪到了一个传说中的大剑 哎呀乖乖 这运气真的是太欧气了 兄弟们 赶紧来细一波 然后左耳角来跟我一起 刷传说中的金色装备吧 nice 诶 话又说回来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打怪升级刷装备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了有这么一个小怪 大家看好了哈 就是从右方来的 然后这家伙啊攻击我 哦 感觉是像是用装备的 你看直接打了之后 爆了这么多装备 乖乖 这小怪真的是可以啊 然后接下来就是拿这个部署 来实验一下我们守卫这个职业 到底怎么样了 刚才我也说了 萌星非常适合玩这个职业 你看 这打起来好像不掉血的感觉 就是因为如此 我们的守卫又能扛又能打 你看开启这个护盾之后 哎呦 这个boss打我们根本没啥感觉啊 所以说我为什么说 萌星非常适合玩守卫这个职业 因为他的要求并不高 只要你有手操作就行 乖乖可以玩这个角色 又爆出一个金色武器啊 来看这个象征中 能开出啥好东西了 哇那个乖乖 这武器十足啊 又开出一个金色传说的武器啊 兄弟们 第二个这把武器不息 跟待何时了 好了兄弟们 升到硬等级之后了 我们的守卫就可以选择第二职业了 而在选择第二职业的时候 有一个混合职业 第一个混合职业叫做幻灵守卫 第二个职业是灵主职业 第三个职业是风暴守卫 第四个职业是堡垒 而今天我要说的这个混合职业 就是灵主这职业了 说实话 这职业是真的又能卡又能打的 他这个技能的话 是第一职业加上第二职业 然后再有个混合职业 这加起来说实话 伤害真的是不一般 而且防御力也是非常强 那么问题又来了 各位兄弟姐妹们 你们在选择这个 第二混合职业的时候 选择的是哪一个呢 欢迎在评论区说出来 我们可以再次讨论讨论 好了 接下来咱们就废话不多说哈 直接来上手 试试我们萌星必玩的混合职业 领主到底怎么样了 好的兄弟们 咱们就废话不多说 直接拿曼陀罗魔花来直接开刀吧 以上没有玩过这游戏的萌星玩家 坚持一下 这个职业 领主绝对适合你入手的 你看这个不管三七二十一 上手直接就开干 我管你的其他伤害 还有什么混合伤害 对我领主而言 这曼陀罗魔花 简直就是小咖的蜜 而且说实话 我们领主在技能方面 也是非常领先的 因为很多职业 说实话在这些Boss面前 有时候被挨了两下 这可能就掉了很多血 甚至被秒了空前 但是大家也看见了 我们的领主在和曼陀罗近身搏战的时候 这血量根本没怎么掉 因为在他身上 不仅有很强的格挡技能 甚至还有无敌的护盾技能 再加上他的伤害也非常高 兄弟吧 你们说这个职业 是不是萌星玩呢 还是那句话 你血量再好 你最怕的就是 我们的血量 比他还要厚 集中 at 货 真是 少许